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踏入12月,很多遊客為了光影節慕名而來 今年澳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美食之都 所以今年的光影節也首次加入了美食元素 品啡今年獲邀成為光影節的合作餐廳 負責人在法國南大廚藝學院畢業 客人在用餐的過程可以欣賞到光影表演 每道菜都有不同的驚喜 你看,有隻豬仔跳上碟 今年第一次和光影節合作 由澳門設計中心和旁邊的工作室構思 幾個月前就開始準備光影節晚餐 由頭盤至甜品,我們都有和設計師商量 需要一些特別的盛載食物的器材 去配合這次光影節的主題 食物方面也不可以太複雜 因為我們要給多些位置投影在碟上 顏色方面盡量會用到白色 因為白色就會多些位置投影 更清晰地投影在碟上 設計方面,我們之前幾個月 已經和設計師一路商量 試手準備好六道菜給設計師 而設計師根據我們六道菜 不同的材料去準備不同的投影 因為我們每道菜都跟一個投影 頭盤是挪威三文魚他他 加北海道帶子配牛油果 你看,桌面的三文魚 游來游去多開心 廚師在三文魚到加上少少日式醬汁 令味道更加豐富 香煎鴨肝半磨花果是經典的法國菜 菜式配合餐廳主打法國菜的定位 又是光應節推介的菜式之一 烤法國窩牛半松露薯 窩牛從法國空運過來 先將窩牛放在百里香等香料高湯浸一晚 再釀入自家製的香草蒜蓉牛油 吃的時候配上松露薯 更加有法國風味 甜品是煙燻芝士餅 配合光影給人如同自身雪景的感覺 更加有冬日氣息 除了光影節晚餐之外 餐廳平日夜晚會以私房菜的形式 接待客人 其中法國鴨腿是著名的法國料理 鴨腿先以鴨油浸過夜 吃之前再煎香令味道更加濃郁 大家不妨一試啦 自己不妨就只餓熱 太陽一試了 太陽一試了